我跟你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长毛吗 得跟你聊感情才行 对你说同志的事是什么 我 长毛不是那天吗 是那天吗 行啊 我发不发 哇 真棒啊 爷们啊 哇 终于吃上大闸蟹了 小闸蟹好吗 小闸蟹 好猛哦 哇 真在里面 但是 鸡鸡鸡鸡 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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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嗯 嗯 嗯 應該是有蝦搭配級 克蘭呢 這個螃蟹這次買的有點小 真的蠻小 我把鉗子裡的肉吃掉 哇 我這個完整的被我弄出來了 嗯 嗯 吃了 嗯 嗯 嗯 好吃哦 嗯 跑跑 嗯 中蟹母蟹都不知道我第一看嗎 嗯 嗯 蟹蟹好像有點小 齊齊小 新加布魯門哪 最容易的分辨的方法 容易 嗯 我跟最大的區別是什麼 長毛嗎 哈哈哈哈 啊這也是一個點沒錯啊 這個公蟹的蟹前上的毛方向很多啊 這麼說的話對 還有另一個 有蟹 蛤 哈 還有蟹嗎 怎麼啦 我給你看一看啊 騙著 這個是什麼的形狀 啊 哈哈 啊 哈哈 哈哈 怎麼真的呢 哈哈哈哈 會看公火了吧 那他們也怕泡泡嗎 這我就不知道了 螃蟹的生理行為我怎麼知道呢 哈哈 那幹嘛又不出啊 哈哈 你記得啊 我們第一次吃飯就是去的那個海鮮餐廳嗎 你說是海鮮餐廳嗎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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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沒 並沒有去海鮮吧 那能賴我嗎 那個餐廳 你啥都沒有 你跟我想起來的是同一個海鮮餐廳馬甲 哈哈哈哈 哈哈 工地旁邊的不是嗎 嗯 馬甲 你先說吧 你對那個餐廳的第一印象怎麼樣嗎 那個餐廳也是不錯的這樣 貴到挺貴 但是不是適合約會的 而且有點不真的普通的餐廳 那個是啊 我這個土豹子 第一次去那樣的餐廳 不要啊 那個餐廳也不高級 但是我以為很高級 哈哈哈哈 那天元宵節嘛 那天可能是不是也是我們去的早 但那天沒人 而且 皮特教是沒錯 因為是我們剛一下班 我們主持跑了 我生怕領導讓我留下加班 哈哈哈哈 我就是說 啊今天我要看小豬吃巴辣啊 結果那家餐廳什麼也沒有 點啥沒啥 你講個 嗯 你不記得了 貴的我又不敢點 便宜的又不想點 好不容易終於人生第一次在餐廳點鮑魚 那家居然沒有 哈哈 所以你卸天卸地啊 你好 呀 保住了我的 保住了我的錢包 對 哈哈 當時那種想法我不錯啊 那種當時的想法是為了拿下你 應該在你面前擺闊 哦我 別說不文明的詞彙 你說這個 話不是 你說 菇柱 呀菇柱的話 韓國朋友看的就是我不文明了好不好 笑 呀 你說這個詞的話 中國朋友看不是不文明的問題了 那就是什麼問題了 現在很俘虜的 很俘虜 很俘虜 嗯 所以你对那个第一个那个餐厅也没有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是吧 对啊 其实说实话我不知道是我当天吃了什么 因为那个餐厅真的很普通的 现在看的话 但是我那个时候是无浪 我不知道有啥高级餐厅 应该花多少钱 所以精心挑选了 没想当 所以我对那个餐厅的印象比较深 因为那个是我们真的排除公司聚餐的性质和中午的性质 真的名义上的第一次两个人私人的带有后续时间的有一点约会性质的 你那么定义了吗 我是那么定义了 对你来说可能不是 但是可能你我是真的这么定义了 所以我觉得那个是有点意义比较重大的一段 但是很开心 因为是我没有约 你放假第二天是休假吧 嗯 因为可能是正好周五 所以提前半天的元宵节放假 玩家玩家 特别高兴了 反正是我是毫无防备的去了 哈哈 哈哈 感觉那天我也没有特别做什么吧 那你讲你的钱你有的事呢 得跟你聊感情才行 应该 我当时就这个想法 哈哈 不管怎么样得聊感情才有可能 所以你说同居的事是什么 反正也就是不聊公司的 有点私人的事情嘛 最好是感情方面的嘛 但是我所以我就是你说你的 这个在对前女人的事情我毫无 毫无防备心 嗯 哈哈哈 还有问过什么 交过多少男家 你是交了七个女生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炫耀啊 我这一段差不多得了 哈哈 哈哈 我这一段差不多得了啊 哈哈 以上啊 姑妹你呢 姑妹你是什么意思 哈哈哈哈 还有没有 dramas 嗯 但是 我什么又忙不是那天嗎 对 是那天吗 哈哈哈 我是那天 我忙 что啊 是那天吗 哈哈哈哈 是那天还是下一次啊 我忘了 哈哈哈哈 我想这什么套路 到底要去啥 而且那时候你说奇怪的话 人是现在 测试我吗 这个女员工 是不是不减点 他给做的拉面也是一绝对 浓试 你别喝了 我都喝几口我没过一遍 太咸 最后一口茶来终结战斗 哇 说不 你老公君子 你这个君子到底是从哪儿学的 你这个君子 夫君 夫君 君子是好人的意思 对 夫君 可是都一字母 夫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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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碗去啦 夫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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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君